這間餐廳有不少的小炒之外 還有很多的功夫菜 不要看門面,普普通通 其實每一個菜式都有用心機和時間去刁鎖出來 這時候師傅就為我們準備,一會兒有得品嘗 未吃之前走進廚房想說偷師學習 誰知見到一個熟悉身影 原來是人稱師傅的陳師傅 他在我們食通街都上過幾次鏡 計算一下去得吃懷舊菜的餐廳 都有好幾間是師傅設計菜式 而且有懷舊風情得來,都會加入一些流行食材 即是怎樣?那我就更加等不及要馬上試試這個秘製脆皮叉燒 咦?看上去不是就是燒豬頸肉嗎? 而當我一吃落口,竟然又真的吃到叉燒那股味 準確點來說,其實它就是叉燒味的豬頸肉 師傅用了秘製的叉燒汁醃製鹽之後蒸到半熟 再用油炸到外皮金黃,片開一片片的豬頸肉 外面脆,裡面多汁嫩滑 在澳門,我就真的第一次吃到這樣的叉燒了 接下來有混入日式元素的分別是日式青芥蝦球 和日式秘製鮑魚 所謂的日式元素其實就是用芥辣、芥末 配沙律醬包裹炸蝦球 炸的火候要控制得好,配上醬,不能挑剔 再試鮑魚看看有什麼日式元素 原來就是用了日本醬油去浸熟這些鮑魚 一口咬下去,不韌又入味,而醬汁就帶出鮑魚的鮮 真厲害 再來還有這個特色炒牛尖 牛尖每年的產量都不會太多 因為如果太大量採摘,就有可能影響到蓮藕的收成 而喜歡吃牛尖的人,多數都是因為喜歡它的含水量高 多汁,大火快炒來吃,就可以鎖住水份 吃下去就會很juicy 嘩起不說不覺,原來我已經偷吃了這麼多了 現在先休息一下,稍後回來再吃它的主菜 好,接下來更加有特色的懷舊菜 亦都出場了 這個呢,我真的之前都沒見過 而你就這樣看的話,你都會覺得 嗯?這個不是普通的炸蝦餅嗎? 其實不是啊 一揭開,看到它的爐山真面目 原來裡面,攝住了一些菜 這個叫做,碑劑、脆皮、小糖菜 這道菜就是師傅說,我以前的一些老師傅去教他 最近才再次做出來,讓我們乘客去品嘗 我吃完之後覺得,嘩,來到都是必點的菜式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你只這樣吃蝦膠的話,只吃到爽滑的感覺 但裡面呢,加上小糖菜呢 有一種,咦,挺爽口脆脆的感覺 再加上外面炸完粉,再加上沙律醬下去 嘩,你的口感是非常之豐富 不同的感覺,在口裡不斷不斷纏繞 你覺得,好完美這件事 好了,接著吃完這個秘製脆皮小糖菜之後 接下來我們吃的,這個就叫做,碼頭荷葉三色魚 名字已經說明了,它是三種的顏色 有什麼不同呢? 第一個就是這個剁椒的紅色 有懶角,懷舊懶角的黑色 也都有這個大頭菜的啡啡的黃黃的顏色 又是拍完相片,打卡也很棒 這個剁椒配合是什麼呢? 配合這條魚的魚頭 這個就是比較,我們吃的 可能湖南的一些辣的菜式 或者可能四川重慶地方都會看到的 剛剛去完湖南回來 這個菜式我覺得很親切 因為湖南也有吃過 亦都是用魚頭去配合,就會比較滑 它的剁椒的香味和它的魚味和醬汁的味道 我覺得挺出色和挺突出的 有時候我們吃剁椒 未必真的只吃它的辣味 最重要是吃它本身剁椒的辣香味 所以這個挺正的 中間我們試這個,叫做,籃角 所炮製的一個魚腩骨的位置 試一試它的味道 這個籃角的部分 你一吃下去已經感覺到 有一種籃角的懷舊的味道 真的要吃過才能感受到 而另外它的一種醬汁的味道 都非常之正 滲透到魚肉裡面 覺得有一點鹹,有一點甜 中間的部分呢 我都給它很高分 好了 接下來我們試試最面的部分 這部分就是大頭菜 所做的魚肉的部分 這幾部分來講 我個人覺得 這個其實是最清淡的 有一點大頭菜的香味 滲透在裡面 對比中間這個 比較濃味一點 和對比辣的 這個部分就比較清淡一點 所以大家如果想 不想那麽濃味的 不想那麽重口味的 可以試這一部分 都會吃到 本身魚的那種清甜的感覺 亦都有大頭菜的香味 滲透在裡面 另外就是師傅的刀工非常之厲害 一下就撇起了 叫做三連片的魚肉 放在這個位置 大家吃的時候 留意一下 一扯起的時候 究竟有幾大塊的魚片 可以給你一次過品嘗到 即是大骨的部分就沒有了 但有小小的細骨 大家都要注意 吃完這個魚之後 接下來我們會試的是 這個懷舊豬油渣拌飯 豬油和豬油渣 真的很久沒有聽過 我真的未等自己 介紹完之後 已經控制不到一口吃了 那種油香 豬油香 真的不是那麽容易找得到 而且我很享受 即是無論什麽菜 飯也好 也好 一這樣拌下去 都已經夠了 而且在它上來之前 亦都加了一種老抽 叫豬油的老抽 都是一種懷舊的醬料 加上去 無論它是色和香 都會增加不少 而且它是炒完一輪之後 再落這個鍋裡面 這個鍋有什麽特別呢 就是它在下之前 會燒紅了這個鍋 再放下去 那就是一種 叫做鐵板的感覺 所以飯的邊位 你都會試一種 焦焦的感覺 都是一種很特別的一種感覺 所以來到這裏 吃懷舊菜 如果不點這個飯 我覺得真的對不起自己 除了以上的菜之外 接下來還有個雞煲等著我們 接下來就要試這個 海南三果椰子雞煲 裡面有椰子肉 蘋果 梨和毛花果三種水果 煲出來的湯保證清甜潤喉 加上雞的鮮味供野一爐 其實只看畫面都知道鮮味是走不掉的 那大家還不約一班朋友來煙煙它 我們等會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